哈囉我是雅恩 那因為我發現那個台灣的官網已經進了那個繁花愛戀系列 所以我就馬上就下單了他的一個蜜粉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囉 好那這個是贈品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講這個東西 好那實際上我買的是這兩個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開箱吧 好那第一個要來開箱的是我之前已經觀望一陣子 然後好像是今年暑假那時候出的新品 那如果有看我之前那個愛用品的那個 就知道我之前曾經用過Dior的一款那個卸妝水 那是花香的卸妝水 然後他後來出了這一個新品之後就那個花香就停產了 那所以我就這一次趁著我要買那個繁花系列的同時 我就下單了這一個 好那就是這一個卸妝水 他叫Dior極淨舒緩卸妝水 那他看起來其實就是一瓶藍色的那個卸妝水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的頭 頭就是有點一般的就是中間一個開一個洞的那一種 那我想說這一次既然是他今年的新品 那我就來試用看看這樣子 那以後如果覺得喜歡的話 那就是再有機會再買這樣 那以後如果覺得還喜歡的話 那我就是會再去買他這個同時出的其他的商品 這樣他其實還有兩種不同的 一種比較慕斯狀的 然後一種也是 他是有漸層 可能有水分離的那一種 那以後如果有機會再試其他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這一次主要的目的 就是那個繁花愛戀系列的商品 那我是選其中一個我會用到的 就是他的蜜粉 那蜜粉我其實之前在3月多那時候 第一次去到櫃上的時候 我就有買一個普通版的 那用起來其實也還不錯 那所以他這一次出了一個特殊版 就是上面有花草的 就想說那我也來買一個看看這樣子 那他的包裝就是這樣子 他上面是用這種像帆布的這種下去做的 然後這個CD也是非常的大這樣子 絕對不會讓你看錯的 然後他裡面是這樣子 然後都會附一個小粉撲 然後就是這樣子打開 那等到你要用的時候再來打開這樣子 就是把那上面的磨撕掉 所以呢 這一次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這一個 那我覺得他這一系列的圖案 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他其實也有出一些比如說香氛蠟燭啊 然後什麼沐浴球 還是之類的一些商品 甚至是他Miss Dior 他跟Miss Dior合作的那個香水都有 那但是因為那其他的東西 我真的都不太會用到 所以就覺得就算買回來 也是有點浪費 所以就忍耐就只有買了這個這樣子 好那時候會知道這個系列 其實是因為我在滑IG的時候 有看到一些日本的網友分享說 然後日本在大概9月多的時候 就出了這一個 繁花愛戀系列的商品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這東西的那個包裝也太好看了這樣子 然後就默默的希望台灣也會進這樣子 那沒想到也還蠻快的 10月就上市了這樣子 那其實他的上市速度還蠻快的 然後也沒有像一般會想像說 有時候日本會有一些 日本限定的一些商品啊 之類的也還好 所以在不用找代購的狀況下 他就能夠自己買這樣 好那因為買繁花愛戀系列 就會收到這樣子一個香水試用包這樣子 那其實他設計的有點像煙盒 然後打開的方式也是 那他裡面有三管不同的那個香水 然後就是你可以試用看看 那如果喜歡就是可以 之後回貴上再去買這樣子 這設計感覺還蠻有趣的 我第一次看到的 好那這就是我這一次 為了那個繁花愛戀系列 的一個小開箱這樣子 那希望今年這個是最後一批 我會買Dio的東西 因為最近真的花了不少錢在上面這樣子 好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